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家里他善解人意 心灵手巧 上进父母下户幼地 在弟弟犯了错误的时候 他唯恐父母生气 情愿自己带弟弟受过 为了给生病的母亲补充营养 他偷偷地给大户人家做佣人来补贴家用 真是爸爸妈妈贴心的小棉袄 有一天他的爸爸非常想吃鱼 他是怎么做的呢 你觉得这种做法可取吗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智女求雨 宋朝的时候 在宇城有一个叫崔智的人 他一共有三个孩子 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女儿排老二 女儿年龄虽小 却十分懂事 三个孩子中属女儿最孝顺 崔智的女儿做事很细心 特别善解人意 她很体贴地照顾着父母 因为是女孩子 所以她很早就跟着母亲学做家务 她从不让父母操心 更不惹父母生气 如果有时候 哥哥和弟弟不小心让父母生气了 他总是劝导父母 给父母讲一些小笑话 逗父母开心 有一次 弟弟在外面招惹是非 邻居找到家里 他一看邻居很生气 就感觉事情不对劲 但又怕父母亲知道后会很生气 于是就赶忙拦住了邻居 问清了原因 知道弟弟做得不对后 立刻给邻居赔礼道歉 并说父母亲身体不太好 不能让他们生气 他愿意替弟弟受罚 邻居看他这么孝顺 又这么有礼貌就走了 崔志的女儿不但孝顺 还心灵手巧 他给哥哥弟弟绣的鞋子 又好看又舒服 他给父母亲做的衣服 也是非常舒服 他还经常做一些好吃的 给父母亲补养身体 夏天他会给父母亲扇扇子 冬天会给父母暖被窝 而且天天给父母亲洗一脚垂背 是父母亲的贴心小棉袄 有一年的冬天 母亲突然病了 这下可急坏了孝顺的女儿 哥哥就去请医生来给母亲看病 医生给开了很多药 并嘱咐尽量让母亲多吃点好的 母亲的身体太虚弱 需要调养 从此 催之的女儿天天守候在母亲的身旁 给她端水喂饭 给母亲熬药 让母亲喝药之前 他都要先亲自尝一尝 过冷或者过热 他都不会让母亲喝 他一直记着医生的话 千方百计地给母亲弄好吃的 可是家里又不富裕 于是他就偷偷地去大户人家当佣人 挣了钱给母亲买好吃的 有一天 生病的母亲突然想吃鲜鱼 可是在这严寒的冬天 和面都结了厚厚的冰层 去哪里能钓到鲜鱼 一家人都没有办法 可是催之的女儿看到病中的母亲 心里就像刀割一样难受 他想 母亲病倒在床上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 难道自己都不能帮母亲实现吗 于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弄到鲜鱼 这一天 他突然想起了古代的王霞 为了让母亲在冬天能吃到鲜鱼 而躺在冰上的故事 于是他跟哥哥说 我要去河里抓鱼 哥哥说 河面接的冰很厚 怎么能钓到鱼 他说 我要学王霞卧冰求鱼 我一定要让母亲吃上鲜鱼 哥哥知道妹妹倔强的性格 只要他认定的事情 谁也阻止不了他 垂直的女儿来到河边后 先做了一张文书 并对天焚画 祷告上天 上天 你一定要让我抓到鱼 帮我母亲实现他的愿望 祈祷完后 他就脱去衣服 打破河滨 走入水中 摸索河底枯草的根 一共花了十天的功夫 最后终于抓到了鱼 最后把鱼拿回家中 给母亲吃了 在寒冷的冬天里 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 在外面 待上不到十分钟 就会冻得打哆嗦 崔智的女儿 却脱去衣服 在水里抓鱼 有人问他 你到水里去 难道不怕冷吗 崔智的女儿说 因为志向坚定 正气就充足 所以一点也不觉得冷 听完这个故事 我们不仅被崔智女儿 爱家 爱父母 爱家人的情感打动了 故事中 还怎么孝顺父母呢 当然 除了这件事情 其他方面 他都做得非常不错 孝心可嘉 让我不有感参 女儿真是爸爸妈妈 贴心的小棉袄呀 当然了 小男孩们 也不要泄气哦 只要你们 用心去孝顺父母 你也会成为一件 暖心的小皮袄呢 我以后 我感到她 我不客气 我看到了 你也没理会 从小的小身之后 我感到一句 爱他 你也会